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響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敵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響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礦逆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我們想說一下美國的事 現在美國其實這個買亞蜜嵐事件 剛剛最新最新的消息就是 買亞蜜嵐嵐這件事在第11日已經進入了 暫時來講,找到的人是24位的遺體 121人失蹤 由於有6個人患了新冠 整天人要停工 很大件事 真是很大件事 而同時間最大件事的就是 有一個巨峰現在正在來 叫做愛沙 現在正在吹過來 於是就說我們要暫停滑掘 簡直是這麼說 然後要來做什麼呢? 因為萬一這個愛沙來到 它就會吹過去剩下的大廈那裡 所以決定在晚上 今天我們這裡星期日的晚上 就會爆破 將整棟剩下的全部塌下 搞定了它 就是換言之 它們就這麼說的 只要塌了一棟東西 我們就會重新展開搜救的工作 我相信大家都聽到其中一個故事 大約昨天發生 掘到一位七歲女童的遺體 她是其中一個消防員 搜救消防員的女兒 她的爸爸一直坐在那裡 等了九天 找到一個遺體 我想起很心痛 因為我自己也有個小孩 我也是 想想想 而且是自己做這份工作的 對上一次我聽到類似的說話 我現在拆開來講 大家不好意思 對上一次類似的說話 有一位在台灣的太太 她失業於是不惜 走去做學這個叫 遺體化妝師 她第一單 就是一個罪假的男人撞死的女兒 是她的女兒 是這個遺體化妝師媽媽的女兒 是一個罪假的人撞死了她 她第一個人 就是這個女兒 我聽到我也是很深喊 那個罪假的那個跪在媽媽面前 媽媽說你以後不要罪假了 有些人當然說很激憤 為什麼你不報仇 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很多人很喜歡說報仇 報仇 報仇 報仇有用嗎? 仇恨只會令社會更加不安 坦白說 是 其實在鍵盤後面說報仇是很容易的 是的 但是真身經歷過的人 是會覺得 有什麼意思呢? 當然了 我覺得有些人都是 不是有些人大部分時間都是生氣的 但是 很多人都是覺得有意義嗎? 你已經做錯了事了 是吧? 是 真正經歷過的人就會明白 沒有經歷過的人 只是寫著報仇 其實是想借著報仇抽水 很多這樣的事 那麼 現在 我記得有一件事 大家記得發覺 有一件恐襲的 就是之前 之後她的丈夫 她老婆死了 她丈夫說 就是想社會沒有那麼多仇恨 那有個仇恨的陶結 這些就是阻交了 別人有什麼錯 最討厭的是 又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不是你經歷的問題 你是沒有資格叫人怎樣做 事實上是完全沒有資格叫人指指點點的 整件事是 我最記得一個男士就說 很激動的 就說 我只是想發覺 變回正常社會 沒有仇恨 這些仇恨的陶結 真的是 他就說 以下這些 就是被左膠文化感染了 所以他經常罵得很多的 是啊 但是陶結 這些其實是什麼呢 又不是你經歷 為什麼你要這麼激憤 還激憤過懸底那個人呢 其實就是想抽一下水 藉著這些事情抽水 告訴別人 我很威風 很厲害 很沒得住 現在香港所發生的事 大家留意一下 好像所謂陳同學的事件 人家的媽媽都說 我經常想靜靜過會 不行 你不是她的媽媽 為什麼你們這麼激憤呢 原來你們想反政府 朱凱迪香港人報仇 報仇報仇報仇 是你自己滿心願恨 想報仇而已 但是你自己沒有力量 想借人對手去報仇 所以他現在是不是在裡面 什麼呢 很多人滿口 意證嚴辭 說穿了都是很嘔心 我不想這麼說 那我們說回這件事 就 其實 整棟樓 近來就有一個說法 最新的政府 美國政府 就請了一些工程專家 來看一看 去看一下這一棟大廈是怎樣 就發覺 其實這件事是很平凡的 就是很平凡的 就是把圖子所用的鋼筋數量 和他看見這個位置 這個大廈的鋼筋數量 是有些出入的 這樣說 那個人就是一個法國工程 就是一個專門去研究這些工程的專家 是請回來的 但是現在是對整棟樓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是進行調查的 那位工程專家叫基爾斯凱默先生 但是他說其實很多時候的成品和現實 是會有出入的 還有那張圖紙是會有出入的 不過有一件事肯定的就是 其實早在崩潰之前 2018年已經出過一個報告 說你是需要大收的 整棟樓你是要大收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大收所出來要用的錢實在太多 是幾百萬了 大佬 而這棟樓其實本身呢 它的長身也是剝落得很緊要的 剝落到一個地步 看到那些柱的位置 那些石屎是脫得很緊要的 原本就是要你三年前 就要用幾百萬去做 但是事實上 就是業主立案發程叫你用幾百萬去做 究竟你有沒有那麼多錢呢 每戶要扔多少錢呢 都是一個問題 這件事是嚴重的 所以到最後都是 就是有一點拖著拖著 但是結果讓城大 而現在大家都知道的了 佛羅里達州立刻說要全部要嫌樓嫌樓 所有地方都要嫌樓 大家都知道了 而現在在它驗這個期間呢 就說在這個大廈的北邊 現在開始說了 現在嵌樓知道大廈的北邊 有另一層樓 在1972年起的 有156戶的unit 都已經說你這裡不行 立刻走 所有人要離開 清空 這樣說 其實 現在估計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 因為它那個位置 在佛羅里達州 經常是經受這個 巨峰 那些海水 浸了它侵蝕它 所以它是剝落得很厲害 這些40年以上的樓屋 是剝落得很厲害的 的石屎 而維修也都出現問題而所致的 有些人 這個應該才是主因 但是有些人現在就捉住了 剛才我們說的那位工程專家 看完跟他圖子有少許出入這件事 就搞大他說 有些傳媒是這樣說的 有些華民傳媒說 九成豆腐渣 但是那個工程專家都是說的 是很常見的 因為你起樓 你理想和現實 起樓的時候有少許出入是很常見的 主要是近海 但是主要是近海而出現的問題 是啊 你近海的話 有些事情是很難預計到的 是啊 而且你最糟糕的地方是經常打風的 你打風水浸等等 其實是會令到影響很大 而現在最划算 原來建樓的人是和加拿大有關的 是啊 是啊 這麼搞笑 是啊 根據報道調查 這棟大樓的缺陷之外 就要看一看這棟大樓是誰建的 原來就是和加拿大人的律師 和商人雷伯先生有關 這位雷伯先生已經在2014年去世 86歲 去世 他是在波蘭出生的 就在Montreau 就是滿地河或者莫特利爾長大 當他獲法律學位之後 他在多倫多做了很久的事 1980年才去佛羅尼特州 為什麼他要搬來多倫多呢? 是因為他逃稅 我以為你這樣說我以為他是為了一段美麗的愛情故事 是他愛英女王 那張紙上面 那張綠色上面寫著20元紙的英女王頭像 加紙啊你紙是不是 加紙啦 難道是港幣嗎 難道是英鎊嗎 1984年的時候 是因為說你逃稅 他離開了安省的律師工會 馬上走到佛羅尼特州 1999年 一路拖 所以我跟大家說不要逃稅 他拖到1999年 他終於贏了 1984年拖到1999年 拖了15年 但是法官就說 你雖然沒有罪 你算你好東西 但是你在交易那裏 是作出一些喪失了專業道德的事 不過法律上你是過度骨折 這樣罵他 而後來這位雷格先生 就在佛羅尼特州開始建大廈 同時間 就建了現在這一棟 塌了下來的 這個塔塔 上普蘭塔的大廈 當他建了之後 賺到第一碰金 就在那裏變成了 當地的商業領袖和前善家 其實除了這位雷格先生之外 還有第二位 就是叫多倫多的商人 叫做 沃德利斯特先生 高利斯亞先生 他是屬於管理這棟大樓的總裁 而現在的記者 你嘗試去找這兩個樓 倒了樓之後 當然是找他的家人 你的百姓都死了 是不是 問問他 怎麼看 當然是沒有回復 而且他們現在都已經退休了 譬如說 剛才說那位86歲 倒了的雷格先生 他這間建築公司 1999年早就已經不在了 其實 都是那一句 現在就是發覺 那棟大樓 現在的部分設計 有一些設計和石屎 是出現了重 有一些錯誤 尤其是停車場 那個運營土柱 是有很多裂痕 其實是需要做的 但是如果你要做 你是需要1200萬美元的信 就是要1200萬美元的信 你這棟大樓 60幾70萬美元的 所以 其實是悲歌來的 好了 之後我們就說一下 在這棟塌樓的期間 也有一個人膽生毛 走出來竟然說要開show 是哪位呢 就是阿琛先生 其實當時很多人都勸他 阿琛先生你不要開 他在7月3號 剛剛昨天就開了show 他都算膽生毛 仍然有人勸他 死人塌樓 你還開什麼show 不開就不行 他就不肯 相信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的心腹大人 我們都說過了 他的左右互發 魏塞爾伯格先生 就被人拘捕了 他怎麼都要回應一下 決定開show 就是輸人輸陣 他原本就有一個陰點的傳人 就是現在周掌 佛羅里達州周掌 應該要來的 但是到迪聖爾伯格先生 但是周掌都說了 我現在死人塌樓 我不方便 你自己獨腳戲唱 唱呢 阿琛先生都說 這樣做不錯啊 好啊好啊 他可能自己都疑不得是這樣做的 那他在昨天呢 就開show 那場show呢 就說了90分鐘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跟大家說 那麼臭啊? 不是 我的心腹被人拘捕了 這個起訴的行為是不對的 這是可怕的事 直接跟他那幾千名支持者說 是保馬是嗎? 是咯 不是 是他的心腹 魏塞爾伯格 他公司 就是特朗普組織的真正拿數人 我以為他跟這個朱利安尼 都割了 朱利安尼都不夠魏塞爾伯格勁 韓脫寶馬你自己搞定了 你當日想收我四皮一天 你這個賤人 是不是? 可能已經 那他簡直是說 而現在他就說 我看看拜登政府 調動一切政府的權力 來追捕我 我的家人不止 還要追捕我優秀的員工 還有我的公司 每個人都想我死 然後他當然繼續說 拜登盜攝了我的勝選 大家是不是? 他外面有些人說 是呀是呀 2020我們要報仇 看看又報仇了 最厲害的說報仇 我看到那些黃友寫什麼 又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那些黃友自己弄的 就叫他回來繼續選 這樣啊 你有沒有份投票先 說話 沒有份投票叫人去做 永遠波羅雞痴這幫人 到時候我說不好聽 是不是又恢復你國旗啊 其實真的很噁心 老實說 你有沒有美國綠卡 關你什麼事呢? 有沒有投票權? 你要做什麼呢? 想做自己去做 不要敲鑼搗鼓 殺軍馬者道旁移做那些小孩做的事 但是人家又聽不到你夠什麼的 你這幫傻子 還以為自己很厲害 真是 吹嚇壞 那好吧 那他 他另外說了另一件事就是 有些人猜他其實2024年 都未必出來 但是他每一次出來 現在說話就是要 哭回十番死忠 哭回十番熱鬥 那他其實現在目的就是 嘗試做背後的造王者 以及扶他自己 在共和黨裡面的人 就是我想捧一些人出來 在現在接下來的2022年 下一年的眾議院選舉出來 就清洗他自己的 就是共和黨裡面不妥他的人 就是奪射的手法 那 而他 而很多人現在都是說 阿琛就跟這個 佛羅里達州州長 德桑蒂斯先生 Dissantis先生 眉來眼去出雙入對 那有一項民意調查 就說德桑蒂斯先生 就是以74%的支持率 是高於71%的阿琛 但是現在德桑蒂斯先生就說 最重要的 我現在是要想想怎樣可以連任州長 總統的事 我不渴望的 我不渴望的 當然是這麼說 他這些不會傻的 其實我覺得他都正 怕一伸個頭出來 當然會被人渴望的 沒錯 之前亦都說 侵女姐 伊曼卡 伊曼卡 其實呢 他都有想去選的 阿哥 你想跟公主爭 是不是滅死的 公主一定贏不到 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有燈神加持 燈神都說 他出來選一定贏到了 那你就死定了 燈神燒加持的東西 誰會贏到 大家都想找到 沒錯 我想呢 我想特朗普可不可以打電話給蔡英文 麻煩幫我趕走他 千天見他不要捉我長命百歲 那有可能 燈神燒這樣說你沒辦法 而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就是阿琛先生在大會裡 講完一輪 做完場表演就算了 但是有一個說法就是 當日在俄去俄州 他第一場大表演 復出表演 不是做得那麼好的 來的人是少的 其實你癡人 人癡你而已 但是他會仍然做下去 其實要救回自己的命 因為有四年和你慢慢玩 你家族生意會怎樣 他會繼續爭取下去 不過到最後都是那句 希望大樓的人 可以快點找回所有的危害 因為真的很令人心痛 那好吧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